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去上席一考现场看一下 今年学院计划录取是450个人 是历年来招生人数最少的一次 这读木桥是变得越来越窄了 却依然挡不住追寻文艺梦的少男少女们 录取比例已经接近了200比1 考官们呢也表示选择标准除了美丽之外还需要魅力 上午八点半 第一场考试正式开始 20多名同学分成一批进场 平均每个人展示五六分钟的才艺 主考官表示不希望考生受硬式教育的束缚 更希望能够展示自我个性 我们也在做这样的转变 我们不再按照千篇一律的方法在招生 记者注意到来参加一考的学生中 的确有不少俊男靓女 不过一考除了外在美 更注重内在的个人魅力 我们不拒绝漂亮 如果非常漂亮我觉得也挺好 但是演员更重要的是个性 今年上席计划招生人数又比去年缩减了10% 是近年来招生人数最少的一次 但即便独木桥变得更窄 大批考生仍然是半战南北参加考试 就为了一元心中的舞台梦 我们山东有一个黄博 因为我很喜欢他 所以就是挺喜欢表演的 面对孩子们的狂热 陪考的父母们倒显得非常理智 不少父母都觉得不管奢望真的能做成大明星 他们更愿意的是陪孩子一起走一走这条 追梦的路 好 好 好